欢迎你加入,来,老师,物理教师 好的,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我就跟大家讲什么是Arus 电流咯 那么电流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流动 其实所谓的电流就是一个 electron的流动 可是这个秘密其实是 三百多年后才 就是从电流的研究开始 到最后发现电流其实是electron的流动 大概整三百年 从1600年左右 一直到1900年 那个Jeret Thompson发现了electron 才正式把秘密解开 所以为什么会用Charles 跟Proton Electron 这样子不同的字 它也是有它的历史的 电学的研究 在1600年左右就开始了 Proton的时候非常的慢 它的那个整个发展非常非常的慢 因为它的问题就是 大家没有办法把电储存起来 所以你要做实验 没办法咯 所以他们早期能够存到一点点的 叫雷登加 有一个小小的仪器叫雷登加 那个是存静电罢了 但是他发现到静电存了一点点之后 很快就没有了 他们怎样去证明它能存到一点电 就是刚刚通过有火花的那个方式 你在靠近那个青熟的时候 会有火花的话 那么就存了一点电 包括说那个谁 有一个 17多年的时候有一个人 放风筝有没有 放风筝去那个天上 放风筝去天上之后 就把那个电影下来的 叫富兰克林 那么富兰克林就正式的证明了说 因为其实天空中打雷闪电 它是一个物理现象来的 通过实验的方法 把它从这个宗教 就是打雷闪电 把它从宗教分割出来 因为早期的打雷闪电 都跟这个宗教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讲我们中国人就好了 中国人讲打雷闪电是什么 有雷弓有电母 有没有 雷弓是那个像什么 像那个老鹰这样一个鹰勾的 那个鼻子的都有展示板的叫雷震子 那么这个雷弓就给一王大帝下来一个人物 就是你负责去把那些坏人处罚 就是把它电死 故事是这样的 就有一次他就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呢 就把他要给他家婆 家婆吃的一个食物全部拿去倒掉 这样这个雷弓看到了 路过就看到了他家 这个女的真是最多富人心 这个给家婆吃的 这个食物你竟然这样子倒掉 这样家婆吃什么 太过分了 他就棒把那个人电死 谁知道这个女的被电死了之后 他就上到上面添上去了 上到上面就跟玉地倒装 他讲我这个食物 我原本要给我家婆吃的 但是因为他们很穷 放了很多天了之后 这个植物是坏了 发霉了 吃下去会中毒的 我才不要给我家婆吃拿去倒掉 结果你就把我给电死了 这样那个玉地就很生气咯 哇这个雷弓弄乱电人 就惩罚他咯 嘿你给我电好一点 他就也捧场了 所以怎么样捧场 就给这个被电死的这个女生一个职位 这样子为了帮这个雷弓更清楚的看到 你在每一次他要电人之前哈 你先给他光亮一下哈 照一个光给他看清楚先 就有闪电跟打雷了 不能听过吗 那个雷弓跟电母的故事 结果他们就每一次 啊要打雷之前啊 那个电母先给那个地方亮一下先啊 看一下那个你要打的那个人啊 做的那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坏事 你才决定你要不要把他屁死啊 哈哈哈 讲到这我就想到一个 往上看来的一个梗 我觉得有趣的 他讲 呃你哈 最好啊 要孝顺父母 这位孩子的一定要孝顺父母 如果你是一个不孝顺父母的话哦 你早上千万不要出门 晚上千万不要出门 啊为什么 为什么早上不要出门 晚上千万不要出门 你要出门只可以中午出门 而且很惨啊 我一天只有你小个子也可以出门而已 因为你早晚会被雷劈 冷啊 早上跟晚上会被雷劈吗 中午不会 所以你中午可以出来的 啊 所以你看包括说其他的那个 希腊的神话啊 有雷神有没有 打托雷神 都有 跟宗教有关系 但是这个富兰克林 他就通过那个放风筝的那个实验 那个闪电引下来 他在那个引下来的时候 他在那边放了一个 那个风筝线上面绑了一个锁石 然后他拿另外一个那个金属去靠近那个锁石 他就发现到有火 哇 代表有电场的出现哦 原来闪电也只是一个 物理现象 17多年的时候 1700年那里附近 Franklin 所以富兰克林其实是发现到有东西流过了吗 可是流过的是什么 那时候还不知道 就给他一个名字叫 chars 电荷 而且是有分positive跟negative 一直到1900年 姐姐咱们才发现到所谓的电荷是什么 其实就是electron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chars 这个字跟proton electron 这样子的分别 其实是一个是早期的 一个是后面才发现的答案 所以我们来看回刚刚那个了 就是如果你有positive charge跟negative charge的话 positive charge跟negative positive charge的话 他其实会manola 互相的排测 那么如果是positive跟negative的话 他就会 详细咯 异性详细 negative对negative的话 就会manola 同性就相识 所以呢 Arus electric呢 其实就是一个Electron 什么叫电流 他其实就是一个electron的流动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因为我们讲说Electron是1900年才发现的嘛 所以 从1600年到1900年之间啊 其实这些科学家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 也 拿出了很多很多的formula 可是他们在定义的是什么 他们定义的这个 Arus啊 电流啊 是从positive去到negative的吧 从positive去到negative的 大家一路来都是这样子定义的 然后大家那时候都能够做计算啊 啊跟实验上的也混合 一直到 Electron被发现的时候才知道 哎 不对哦 电流所谓的电流 其实是Electron 从negative流去positive 哈哈哈 就死了怎么办 假辣了 哈哈哈 三百多年留下来的这些一大堆的公司 没有流改的吗 都不能改吗 啊 这样怎么办呢 真正的现象跟你的用的那个数学公司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哦 后来这科学家就是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啦 所以现在有两个定义 如果你讲的是电流 Arus 它其实是一个想象的一个流动 是从terminal positive 流去terminal negative的 电流是从positive流去negative 可是如果你要真正去看它的这个物理现象的话 所谓的电流是Electron 从terminal negative 流到去terminal positive的 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你就要注意咯 啊 老师的时候 他问你是Arus 还是Aleran Electron Arus跟Aleran Electron 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是不同的方向 OK哦 你看Arus Electric Aleran Electron 可是呢Electron嘛很小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Wire里面 你有那个Electron要流动的话 它是一粒一粒这样子流的咯 还是一搓一搓一大堆这样子流的咯 当然这个图已经解释了啊 它是一整堆这样子流的 但是因为它太小了哦 太小了 所以当你有整堆流过去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颗Electron呢 我们就有一个代泡咯 叫做Coulomb Coulomb是什么意思哦 它就像我们 比如讲拿一个杯子啦 我有一大堆的这个珍珠 那么我要弄珍珠奶茶 我一定是把那个杯子就 铲在去那个珍珠里面 拿一搓出来哦 拿一搓出来 所以如果有三个杯 那么这样子铲下去拿起来 铲下去拿起来 铲下去拿起来 一杯珍珠一杯珍珠 这样子的意思啦 好 那么这一杯珍珠里面 有多大概大概多少颗呢 其实 如果你你就是这样杀下去的话 你没有办法确定了 你就阿嘎阿嘎了 我就阿嘎这里有100粒咯 那么第二杯其实也大概是100粒 人家问你 你的珍珠多少粒 100粒咯 这个人买第三杯 你的珍珠大概多少粒 100粒咯 其实是不是100粒也不懂 你就是拿一杯的这个珍珠 来作为它的reference 所以Electron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整堆这样子在流吗 可是你要做计算的话 我们会把它当成是一堆一堆咯 这样子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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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堆咯 它的名字叫一个库轮 一个库轮 也是人名字了啦 一个库轮 然后这个库轮里面有多少力Electron呢 这样子一个库轮呢 我来看看 Certiap Electron有 1.6×18-19C 一个Electron一粒啊 它所带的这个电荷是1.6×18-19 那么如果你要知道说 一个库轮有多少个Electron的话 我们就devalid回来 1除1 也就是1除1.6×18-19 1除1.6×18-19 1-19 6.6×18-19 也就是一个库轮嘛 有6.28×18-19 18粒Electron 哈哈哈 多少啊 啊这个 一个库轮有这么多粒Electron 读不出来啊这个号码 不知道是多少 好 回来这里啊 好 Arlust Electric Decarive sebagai Certar pengareran charge Q dalam satu conductor Certar 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喔 所以我们看这里 这个就是 I啊 I就是Current的意思 就是Arlust Electric 它是 Q除T Q就是你有多少Colomb的charge T就是在1秒里面 所以这样这样这个的话 比如讲我有一堆的这个Electron 在流动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拿一个点来做测量 比如讲我拿这个点 如果你有一个Colomb的charge 流过一个点 像这样zoom 经过一个点 一秒里面有一Colomb的这个charge 经过的话 那么 一秒里面有一个Colomb 一秒哈 一秒里面有一个Colomb的charge 经过一个点的话呢 它就叫做一个Ampere 你的Arlust就叫做一个Ampere Ampere 一个Ampere 那么Ampere是人名啦 叫Marie Ampere 这个人是一个法国的物理学教 好 用他的名字咯 一个Ampere的意思就是 Uniesir 它就是Ampere咯 Ampere 一个Ampere 或者叫一个A 一个A其实就是一个Colomb Colomb Persat 你Q吗 一个Colomb Persat 一秒里面有一个Colomb 所以如果说 我一秒里面会有两个Colomb的charge 像这样啊 两个Colomb的charge 同时经过一个点 这样子zoom的话 啊 那么它就叫2Ampere 两个Ampere 如果你一秒里面有三个Colomb的charge 同时经过一个点的话 zoom 那么就叫做3Ampere 那么这个Ampere的概念大概是怎么样啊 给大家一个例子哦 我在2011年正式买这个智能手机的时候啊 那时候叫Samsung Galaxy S2 已经很advanced了那时候啊 2000多块我还记得 它的那个Charger哦 是0.83Ampere 0.83其实算很小了 就是有0.83个Colomb一秒会流过 那么0.83Ampere的charge那个电话呢 通常我要charge5到6个小时才会满电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charge哦 然后charge后第二天起来才会满电 后来就怎么样 一直在不断进步就开始出现所谓的快充 快速充电的那个Charger 就去看那个快充有多大咯 有不同不同的哈 有些是一个Ampere 有些是两个Ampere 也就是说这个号码越大的话 2Ampere的话 5分钟就可以charge到20%还是30% 4分钟充画就可以通话2小时 就可以charge到50%一直的一堆啦 那个是2A 然后你现在在哪里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买Powerbank 现在的Powerbank多数都会有两个头的 一个是1A一个是2A 如果你用2A的话 你会发现到充比较快 但是整个电话还烧烧的 就是他一个1秒里面会有2K的那个charge 会流过那个你的手机 但是因为太多那个以来传流过了 所以他的阻力也大 所以你有大部分的那个电流可能会转成热 所以就是耗电啊耗电 你原本的他进去电话 结果他变成热灯 好这个是2A 那么冷气这么大的这个用电量哦 他的那个Fuse啊 冷气的Fuse是13A 13个A 也就是说如果超过13个A 他就会自动断掉 那个Fuse 那个保鲜石 所以冷气用多少A呢 嗯 其实我不懂啊 但是他如果超过13A的话 那个Fuse会烧掉 那么他就会断电哦 不要让你的冷气被烧掉的意思了 所以A这个ampere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unit 所以你的Aros多少A 就是有多少Coulomb的Charge 在一秒里面能够流动的 叫Kadar Pengaliran Charge 但是呢 这个呢Q呢 副理学家他们不喜欢分数的 所以如果I的Q除T的话 他们一定会把这个T乘过去 变成Q的IT 啊 所以你要小心哦 Q的IT Q是他的那个Charge来的 CumulaCharge 那A才是Aros 所以请木头才会问Aros的 另外一个Rumus呢就是Q的NE 那么NE是什么 E是我们的那个一个Electron的Charge嘛 那么你再称N BelangElectron 然后你就会找到总数咯 总数的Charge有多少 N乘E 所以两个可以combine起来哦 叫做Q的IT Q的NE就是IT等于NE 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数学题哈 我们来看第一题 我们来看第一题 三百 可是这里有陷阱哦 MAS2 你放2就死了啦 因为 SI unit哦是要用SAR的 所以你要把2 minute换成SAR 就是乘六十 所以三百除以 二乘六是百二咯 所以是三百除百二 2.5啊 2.5 Ampere 当然你也可以用Coulomb Busat啊 不过很少人用Coulomb Busat啊都是用Ampere 比较简单 好第二题 这个也是一样哦 我要换掉啊 好 他要你找Jumla charge Jumla的话就用Q咯 比较快啊 Q等于IT 好 R是0.8 MAS2 MAS2 是20 乘六十 因为要换成SAR 好 好 R是0.8 MAS2 960 960 960 Coulomb 大写哦 Coulomb的C 第三题 Sekiren有Arus yang mengalir melaluiMentor 12 Ampere berapa个比langanElectron yang mengalir melaluiMentor dalam1 saat 啊现在要找B LANGAN 有多少Electron 好 如果是多少Electron的话 我们就用刚刚那个formula 我们有Q等于IT 也有Q等于NE 你要找BLANGAN ELECTRON是下面这个 可是题目给你有Arus的2Ampere 上面这个 所以代表说我要用Combine的formula 也就是IT等于NE 要找BLANGAN ELECTRON就是找N咯 这样子N就是等于IT除E咯 E除下去 我要N罢了吗 E是多余的 除下来 也就是 2A 乘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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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秒啊 除以E E是一个ELECTRON的CHAS CHAS 1ELECTRON 1.6 乘是power 1-19 我们有2 除啊 1.6 1 negative 19 1.25 1.25 乘 18 19 可是这个unit是什么呢 BLANGAN ELECTRON 多少力 多少力哦 所以 没有呢 unit 这个是没有unit 它还是BLANGAN 第四题 查理BLANGAN ELECTRON yang terkumpul di permukaan BENJANA VANDAGRAWF 可能RUS 20mA mengalir melaluiGawano meter dalam satu jam 也是找BLANGAN ELECTRON 可是又给你那个RUS 所以要用combine的formula 叫做 i t i t 等于 me 但是因为要找BLANGAN ELECTRON 一样 N就等于 i t 除 1 RUS 20mL 然后 一个jam 你要换哦 一定要换成秒 所以就一个jam有60分钟 1分钟有60秒 除 1 1.6 x power -19 然后 20 mili有了哈 mili在这个 mili在5的上面 我就按shift 20mili 乘60 乘60 等于线 然后再除 底下这个是 1.6 1-19 9 4.5 x 是power 20 好 因为是BLANGAN 所以也是 没有UNI 好 就跟着这一天结束 我就暂时先 呃 停一下了哈 我们 所以是COOBIAN 是另外一个part 我们下个礼拜才谈咯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是什么是 ARUS 电流 那么 讲到这个电流呢 我先来破解大家的一个迷思 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你去问很多的 也许是老师 他们都会错的哈 我们的一个概念是电池 电池 我知道我装了一个电路之后 比如讲 接去一个灯泡 那么灯泡就会亮嘛 对不对 这个是大家都看不到的一个实验 你把一个电池 接来一个wire 接去灯泡灯泡就会亮 所以大家的一个idea就是 电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电 然后我们刚才讲说 那个电是electron嘛 对不对 那么我就是我把这个电路接好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们就讲说这个electron啊 他就会从电池里面跑出来 经过这个wire 然后进到这个灯泡里面去 然后再回来 back3这里 我就在这走 电池里面收住的电 就会被释放出来 然后把这个灯泡点亮 你也是这样想的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个是错误了 你就问你的老师 很多老师其实也会讲 他他他他也讲不错个所以然 为什么错 首先第一个错误是电池里面并不是一堆的electron 它是怎么样 electron出现在什么地方 electron其实出现在任何的地方 包括wire里面都有一大堆的electron 对啊 包括说你自己本身也有electron啊 只是我们跟proton一样嘛对不对 那个数目数量一样 所以他的那个charge是neutral 在平常的状况底下 电池里面也有啦 也有啊 但是他不是全部都是electron 还有proton跟neutron的 平常的状况底下 这些electron是不会流动的 没有earlier run 他们是balanced的 它是neutral 所以他是不会移动的 你要怎样给它移动呢 你一定要有电视差 什么叫电视差 就是你要制造一个这样子的环境 一边比较positive 一边比较negative 电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哦 它里面的chemical啊 电池里面其实是化学化学药平 它能够成功弄到 这边是terminal positive 这边是terminal negative 它会产生一个电视差 电视差一边比较positive 一边比较negative 你有了电视差之后呢 你就有这个条件 能够让electron流动 就很像一盆水这样的啊 如果你放着那个水不动的话 装在一个桶里面 它其实是平的 水是不动的 你要怎样给它动呢 你要给它有一个差别 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洞 这样子高度就有差了咯 对不对 水的上面跟水的下面这边有差 于是这个水就从这个洞流出来 要有一个差别 这里也是一样 你看我要给它一个差别 这个差别是 Faser-Glubaya案电视差 就是一帅比较positive 一帅比较negative 又给它一个完整的电路的话 你给它一个完整电路就是connect 给它一个一条路给它过 那么这些electron 就会开始流动 看住哦 是wire里面的electron在流动哦 当然电池的electron 也可以跟着流动啊 并不是electron从电池射出来啊 没有啊 它是整个一起在移动 当它整个一起在移动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alleran electron 也就是arus 有电流了 所以如果你想试的话 我们家里的插头对不对 你两个手指插进去里面哦 你两个手指插进去里面 那个电视差240W 它就会让你身体里面的electron流动 从一个手指流 再从另外一个手指流回去 于是electron流动的时候呢 就会把电能转成其他的能量 当然我们最容易转的就是热能哦 所以你的身体里面 就会被那个电能转成的热能 温度就上来咯 结果就烤成一个礁石 这个也是这样啊 electron流动的时候 他就经过这个filament 这个灯泡的filament的时候 他就会把里面带着的这个电能转成光 会发亮 跟热能就变热 这是这些破解大家的第一个迷思哦 电池里面是不收电 电池里面是不收电的 电池里面他做的其实就是他 呃去制造一个差别叫做电视差 如果是电池的话就是用化学的方法 制造一个电视差 并不是把电收到里面啊 这个是错的 好那么这个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misconception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集见